收整加结合着幼物 就能够加强心脏的活力 和打通痪患病人酸脚的气脉 他不就气脉了 打通他的气脉 我那天我跟老师说 老师啊 这不是佛经理头早讲 给人家拿做专利 你多讲 咱们都拿专利 到中国申请专利 来盖妙的不好吗 所以我这个呢 咱们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现代的科学都可以越来越介绍 终极批上的神秘的部分 和还它本来科学的道理 所以这个西德有一个 纳贝尔奖经的获得者 叫做冯纽曼 他研究了多年的物理 他讲了一句话 在世界上意念力 是能够改变时间和物体的状态的 他一个现代的 李纳贝尔奖经的活得者 讲了这句话 我觉得这是人类所必然 要追求而且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在这里呢 是叫做口头禅都说不上 那就老师讲的也服长也不上 也许就是老师说的也服长 我讲到这回去再好好修 修了以后来世再当老学生 我讲完了 谢谢各位 你看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残堂 新时代的打气方法 这个门庙楼像个门 现在搞成乱七八糟 我们这个 都会也蛮好玩的啊 这叫做欢喜福 那慈悲许舍 整天大家蛮高兴的 因为红部长明天 他有过就要回 海南到了 他正好这个机会 他接过嘛 两句话以后 哭以跑路了啊 这两句书给的很好 不念气动画是真的 你越想打通气脉啊 越糟了 哎 真到了星空五年 气脉自然就倒是真的 不过他的五 五声哄出窍啊 也是实在的 那个动得受不了的时候啊 真难够啊 可是他熬过去了啊 好 我们今天圆满明天再接 谢谢 给大家看 电视频 礼物